张柏芝最恨的不是燕门赵,陈关希,却是让他四次堕胎的这个人。 今天我们就继续说说张柏芝的事情,之前张柏芝和谢霆锋两人因为燕门赵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,而谢霆锋更是急这个机会,与张柏芝结束了婚姻。 离婚之后张柏芝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,而且孩子还得不到自己父亲的认可。 真不知道为什么谢霆锋会如此狠心。 之前张柏芝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表示过,自己最恨的并不是陈关希燕门赵事情。 最恨的还是自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谢霆锋。 并且之前为了谢霆锋,在三年内四次流产。 流产就算了,最终还生下了两个儿子。 本以为生活就这么过去了,但没想到得到的却是离婚。 而最终谢霆锋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,认为不是亲生的。 。 这或许是对女性最大的侮辱吧? 从这里开看,我觉得张柏芝离婚是最好的选择。 。 虽然说现在可能有新恋情了,但是有孩子在中间。 。 两人终究还是会有点联系的,不过还是要祝福张柏芝脱离苦海,回归正常幸福的生活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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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